撒加利亚书 撒加利亚书这卷书的背景是贝鲁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重回耶路撒冷之后 我们从以色拉记可以知道 撒加利亚和哈盖曾经一起挑战激励以色列人重建圣殿 寻求实现神的应许 许多年前先知耶利米就预言说 以色列将贝鲁70年之后 神将在一座全新的圣殿里恢复他的同在 带来神的国和统治万国的弥赛亚 这卷书开篇就写明的日期显示出 70年的实现马上就要到了 然而以色列人回归故土后的生活仍会十分艰辛 那些应许看起来好像都无法实现 为什么会这样呢 撒加利亚书给出了一个解释 这卷书的结构设计十分清晰 首先是引言 为下面撒加利亚的一系列异梦做铺垫 在第七和第八章做结论 接着是两大部分的诗歌和预言集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卷书的内容吧 书卷以撒加利亚对他这一代人的挑战开始 他号召百姓回转归向神 不要效仿列祖的悖逆 拒绝听从先知 导致全民被掳 于是当时这批被掳归回的百姓 都积极地响应撒加利亚 他们在神面前悔改 谦卑自己 至少看似如此 接下来作者用大量篇幅描写撒加利亚的八个异梦 请做好准备 这些异梦充满了各种奇特怪诞的画面 就像你我的梦一样 神通过异梦与人沟通的观念 可以追溯到创世纪中雅各 约瑟或法老的梦 这些梦为当时发生的事赋予了意义 同时通过这些梦也让人预见未来 在这里撒加利亚的异梦被排列成有趣的对称形式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异象分别描述了四位骑士 像护卫队一样代表神巡逻世界 这象征着神对万国的细心关注 他们报告说世界正处于和平之中 在撒加利亚时代 这指的是神兴起波斯征服巴比伦国 带来了世界和平 现在问题来了 以色列备鲁七十年的期限就要到了 弥赛亚王国会在这个时候降临耶路撒冷吗 神回应说 他一定会实现这些应许 但没有给出确切的时间点 第二个和第七个异象遥相呼应 因为他们都是对以色列过往的罪和流亡的反省 所以第二个异象与脚有关 这些脚象征着曾经攻击分散以色列的国家 亚述和巴比伦 然而这些脚或帝国本身也被一群匠人分散 这群匠人代表波斯 第七个梦是关于一个良器中的妇人 她象征着几百年来以色列不断背叛蒙约的罪 有另外两个扇着灌鸟翅膀飞行的妇女 带着这个妇人和良器一起到了巴比伦 这真是一幅奇怪的画面 第三个和第六个异象彼此对应 他们都与新耶路撒冷的重建有关 一个人正在丈量这座城市 这是神应许重建耶路撒冷的异象 耶路撒冷将被称作列国的明灯 带领列国共同敬拜神 第六个异梦与书卷有关 这卷书在新耶路撒冷城飞行 诚挚偷盗和说谎的人 它表明新耶路撒冷是一个被圣经的话语所洁净的地方 位于这一系列梦境核心的是第四和第五个异象 是关于被掳后归回的两位重要领袖 大祭司约书亚和大魏王的后裔索罗巴伯 约书亚一直穿着污秽的衣服 他象征着以色列的罪 但是这些脏衣服被脱掉了 他穿上了华美的礼服 戴上圣洁的冠冕 这象征着神的恩典和饶恕 接着一名天使告诉约书亚 如果他一直忠于神 他将带领神的百姓并成为未来弥赛亚王的预表 另一个异象是关于两棵橄榄树 他们为一只精致的金灯台供应灯油 这座金灯台象征着神看顾他的子民的眼目 橄榄树代表两位受高的领袖 就是领导圣殿重建工作的约书亚和索罗巴伯 神说如果只是依靠政治权利和谋略能力 新圣殿的建造不会成功 相反他们必须依靠神的灵才能工作 这些异象以一个辉煌的远景结束 他延续了第四和第五个异象的主题 神再次提到大祭司约书亚 并赐给他冠冕 象征着将来的弥赛亚掌管神国的祭司 接着撒加利亚总结说 只要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忠于神 遵守诫命 这些异象就一定会实现 所以这三个异象都强调 弥赛亚国度降临的前提是 这一代以色列百姓要忠于神 这句话总结了以上的梦境 撒加利亚再次向以色列人发出挑战 一群为圣殿被毁 哀哭了七十年的以色列人 前来问撒加利亚 现在可以停止哀哭了吗 神的国就快要来了吗 撒加利亚再一次提醒他们 因为他们的祖先先拒绝神 借着先知传达的呼召导致被掳 他再次挑战以色列人 说只有这一代人寻求公益与和平 遵循诫命 他们才能亲眼见到弥赛亚的国度 换句话说 撒加利亚反问他们 你们准备好迎接并进入即将降临的神国了吗 这个问题悬在那里 百姓并没有给出答案 书卷的内容继续发展 现在来看一看这卷书最后的两个部分 他们与前面八章截然不同 这两部分像万花筒一样 充满了关于未来 弥赛亚国度的诗篇和景象 第一部分是九至十一章 描述了一位即将来临的弥赛亚王 他谦卑地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 要在全地建立神的国度 这位王被塑造成一位 看顾以色列羊群的牧羊人 可是转眼之间 他就被自己的子民拒绝 同时也被其他牧羊人 也就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拒绝 于是神把以色列交在一群败坏的牧羊人手中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 以色列人会永远拒绝这位王吗 第二部分也是书卷的最后一部分 第十二至十四章给出了答案 不会 这是另一幅关于未来弥赛亚国度的拼图 其中的诗歌和画面描绘了一座全新的耶路撒冷 最终神的公义将在那里与列国中的邪恶对峙 并取得胜利 这与先知约尔和以西节描述的主题非常相似 但是神也将对付百姓心中的叛逆 他要把自己的灵倾倒在他们身上 神说只有这样百姓才能为他们先前悖逆 拒绝弥赛亚牧羊人痛悔和哀伤 书卷最后一个章节结束于新耶路撒冷 那里成为列国欢聚的地方 这座城将变成全新的伊甸园 有活水从圣殿流出 为所有受到之物带来医治 书卷就这样结束了 撒加利亚让我们认真思考一至八章和九至十四章之间的联系 他似乎想指出 只有当神的子民做到了书卷前半部分所要求的标准 就是终于胜约 书卷后半部分提到的这位未来的弥赛亚王才会到来 读撒加利亚书好像坐过山车 这些异象和诗歌充满了惊人的景象 并没有遵循现性的思维 这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重点 正如历史和我们的人生 并非世事都能井然有序 但先知让我们瞥见了神的工作 神亲自引导历史 成就自己的旨意 所以最后撒加利亚恳请我们看破世上的混乱 全心盼望神国的降临 这个盼望激励着我们忠心的跟随神 这就是撒加利亚书的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